中国南海 美丽的珊瑚礁 庇护着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海底生灵 海洋中的生活看起来安静祥和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 这里实则暗藏杀机 有一种动物盯上了这里的家园建筑师 珊瑚 这便是机关海星 机关海星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 体长能够长到四十厘米 比人类两个张开的巴掌都大 他们的身上长有十四到十八只触手 每只触手上面都长满了长起尖锐的刺激 机关海星进食时 会在珊瑚礁上方通过管足末端吸盘的真空作用 翻出位于身体底部的胃 将珊瑚包裹起来 同时分泌消化酶 这些被吞噜 这些被吞噬的珊瑚虫 在机关海星的胃带里面被慢慢消化 在温暖风扬的珊瑚礁区域 有着大量健康的珊瑚作为食物 小机关海星两年时间就能长大 可以开始繁育下一代 而被它吃过的珊瑚 肉质部分被机关海星消化 只留下坚硬石灰质的骨骼 如果遇到成片的机关海星爆发繁殖 对于珊瑚来讲 可谓灭顶之灾 机关海星食量惊人 一只机关海星 每天要吃掉两平方米的珊瑚 大片的珊瑚礁被机关海星吞噬 遇到严重破坏 海底的珊瑚家园面临毁灭 其他海底生灵也受到生存的威胁 对这片珊瑚家园的保护迫在眉睫 我国的相关工作人员 近年多次潜入海底 在南海海域 人工消灭极关海星 并尝试在那里开始培育新的珊瑚 不久的将来 这里一定会恢复绚烂的色彩 珊瑚家园再次绽放生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